好來喔 這個土豐基領的群組 感染是繼續在擴大 先進到 比較真正 已經遇到全人加速 也就是說 八道已經進入到社區了 加上現在是過年的徽雄條 這個台北新北土豐和基隆 整個性多款 緊到緊張 再來疑似認為 現在再提升到疫情的境界 強制會衝擊到經濟 現在應該是要尊對到 強制會衝擊到公共上屬的人所 天辦大型的外公 月月的規模也要來縮小 最重要的重點是 要趕快給民眾 來煮第三種疫苗 要拚安全過年 為此離婚境界台灣 到底有得要升級 看的是說 我們目前的住院重症死亡 有沒有突然間升高起來 如果今天有升高起來 那還要進入第三級 還要進入第三級 但是如果沒有的話 不要因為它是Omicron有流行 我們就升到第三級 因為這樣對這個民生的經濟上的損失 遠大於這個醫療上的損失 當然因為他中間派疫苗 沒辦法知道當時的骨灶 到底是對的 必然做好 給他減高的經濟 最好是要趕快 做到第三級 不過北市基產醫療金屬 受到疫苗速度今晚 中央醫療系統也會出現問題 事實上我們疫苗本來就不缺 但是我們這個輸送系統 供應系統有問題 那還有這個疫苗的預約系統有問題 所以導致天下大亂 民眾都自動打到診所來 每天接電話接不完 經濟政府占對疫苗要做專門的檢驗 也鼓勵民眾在家裡要自己做檢驗 民眾已經雖然心情要幫忙輕鬆 不過風雨絕對也是要謹慎